据环球网报道 当地时间3月20日 美国多地爆发主题为 停止仇恨亚裔的游行和集会 抗议人群手持标语聚集在街头 呐喊猪竹 仇恨才是病毒等口号 向立法者施压 以支持美国境内频频发声的 针对亚裔的暴力行为 3月20日至22日 亚裔美国人还在洛杉矶 旧金山 纽约 波士顿 西雅图等多地 举行抗议游行大规模抗议集会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在以色列街头 数万名示威者挥舞着以色列国旗 手中则举着反对内塔尼亚胡的标语 参与抗议活动 大约有5万人参加了抗议 这也是以色列有史以来最顽强的抗议 当地时间3月20日 数千名抗议者聚集在伦敦街头 针对英国政府颁布的 疫情严格管控措施进行抗议 抗议者基本都没有戴口罩 并且与警察发生了冲突 从视频的画面看 一名警察用膝盖跪在示威者身上 让其动弹不得 随后将其靠住 这一招与美国警察的执法手段极为相同 3月20日 德国警方称 至少有1.5万名到2万名抗议者 加入了示威活动 示威者对防疫限制措施表达了抗议 警方用高压水枪 警棍和辣椒喷雾等驱离示威者 trai充 警方用高压水枪 官方用高压水枪 名 早 .